文AI财经社经文静,边两眼,一度将生命迹的中国版肯德基、乡村基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,这次是带着开3000家店的任务而来。 7月19日,在2018中国参与创新大会上,乡村基创始人李洪现唱分享了其成功秘诀。 当天,乡村基未来要在川鱼地区开3000家店的消息也不进而走。 8年前,乡村基上市纽交所,成为纽交所第一家来自中国乃至亚洲的餐饮公司。 2010年上市之后,创始人李洪夫妇在餐饮行业的身家为人民币22.24亿元,仅次于北京俏江南的张兰和上海为牵拉面的攀卖,约至全国餐饮前三。 不过到了2016年,乡村基选择从纽交所退市。 从上市到退市这期间,乡村基被爆出业绩不佳,股价走跌等消息。 退市之后,也因为其折价68%的私有化价格,和从未进行分红的历史。 乡村基被受一些投资人和评论者的诟病。 时隔两年,乡村基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,依旧野心勃勃。 纽交所中国餐饮第一股,在重庆的大街小巷,都不难发现乡村基的身影。 从外观来看,大红色的装修和简洁,的点准,在街道上着实醒目。 走进去,红白相见的电餐盘,西式快餐的格调,穿着整齐的员工。 和肯德基等快餐店有着某种相似的神韵。 1996年创办初期,乡村基的确是走西式快餐路线,乙汉堡,炸鸡等样快餐食品配主要食品,兼顾炮焦鸡,公保鸡丁等创类中式快餐。 1997年7月,报纸上的一则广告,正式宣布,那肯德基进入重庆的消息。 这则消息演下一封战书,让乡村基感到一丝危机。 1998年,乡村基开始真正面对来自西式快餐的冲击,重新审视品牌定位后,将川卫快餐作为自己未来的方向。 此后,乡村基以实惠、川卫等优势,在重庆打出一片天大,曾创造了善定客户周转率最高, 严峰时段接待顾客超过2800余人的记录。 肯德基、麦当劳开到哪里?我们就能开到哪里? 乡村基一度有这样的底气。 2010年9月28日上午93时分,乡村基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,开始挂牌交易,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。 上市当天,乡村基股价报收于26.45美元,比16.5美元的发行价高出60%,上市之后,野际变连,上市之后,顶着纽交锁中国餐饮第一股的头衔。 乡村基的表现却不是令投资者满意。 据当时媒体报道,2011年的财报显示,乡村基全年净亏损110万美元,股价则一直是下跌模式。 早在2011年底,乡村基的股价已经在10美元左右徘徊,到了2016年4月退市时,乡村基股价已跌至5.17美元,甚至一度跌到不到5美元。 与发行价相比,降幅70%。 2012年,乡村基扭亏为盈,利润却不断下滑,2013年净利润由7650万元,下降为3960万元。 到了2015年第二季度,净利润净下降至60万元,门店利润率仅为10%,上市之初,乡村基开店的热情一直不减。 1996年到2007年,乡村基扇电数总共了9家,2009年达到81家,上市之后,2010年,乡村基在招股说明书中透露,扇电数将扩张到130家,到了2011年底,乡村基总数达199家,覆盖了18个城市。 到了后期,持续的业绩不佳给开店带来了困境,据当时媒体报道,到了2014年第四季度,乡村基新增门店仅为5家,2015年第二季度,乡村基的门店仅进增2家。 在此期间,乡村基也做了很多努力,在今年上,2010年,乡村基开始开展400电话外卖业务,并次建物流团队。 2011年11月,乡村基推出兄弟品牌大米先生,定位上班白领阶层,菜品更加多样化,在任用人才方面。 2011年乡村基还聘请了麦当劳前高管,麦当劳中国公司创始人之一,的钟采明担任总裁。 看上去是惨淡的业绩和不断下行的股价,最终促使乡村基做出了退市的决定,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。 早在2015年8月,乡村基发布公告称,创始人间董事长李洪在内的三位股东,计划以5月23日美元ADF约合33.44元人民币,的价格收购除上数三分及其关联分持有的乡村基股份。 万万所有流通股,这比2010年乡村基上市是16.5美元ADF的发行价值加68%,如此低的私有化价格,自然引来了部分投资者的质疑。 当年实际美元价格满入乡村基,如今私有化价格却只有5.23美元,这岂不是坐等亏钱。 有财经评论者分析,此举意味着乡村基实际控制人李洪的5年前让度500万股ADF约资来的8200万美元,在5年后仅仅只需要支付2615万美元即可收回500万股ADF。 乡村基腿市已成定局,部分曾经的乡村基投资人不得不成为资本市场的韭菜,李洪也被评价为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。 值得注意的是,2012年,在向春基上市两年后,李洪夫妇正式脱离中国国籍,移民新加坡。 全家最新餐饮,担任多家企业高管,虽移民新加坡,但李洪一直关注着中国的餐饮事业。 根据天眼查显示,截至目前,李洪参股或者担任高管的企业有40家,其中11家处于吊销或注销状态。 在他控股的7家企业当中,有5家与餐业相关。 其中,李洪还和主持人孟飞,一起投资重庆孟飞的小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,为该公司第四大股东。 除了目前的乡村基,大米先生两大品牌,乡村基还是推出了米线记忆,假米帅帅锅等品牌,试图在餐饮业找到新的突破点。 除此之外,李洪夫妇还经营着相当一号高端餐饮会所。 除了餐饮投资,李洪还在外卖上有所布局。 2015年,李洪领投一号外卖,房永峰好友投资格圈子,一号投资以及天使轮投资人薛蛮子,麦涛,广州科技风投跟投。 在这次投资活动中,李洪还多了一个角色,新豪投资李洪。 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李洪不比王建林,但他的儿子却敢挑戏王思聪。 2015年,当李洪孩子思考如何将乡村基斯有化的时候, 他的儿子张坤伟在微博中称王思聪是一个靠老爸的败交孩子。 随后王思聪在微博中进行还击,张坤为一站成名。 其创业的线上蛋糕店也受到瞩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